家里那么乱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整天就知道在那里躺着玩手机 小孩也不管 真的是不知道娶你回来干什么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离 我就是不离 离了这么多年我不白熬了吗 孩子我也生了 房贷也还了 这么多年 离了不就便宜了吗 那你现在在家也不能这么躺着玩手机啊 啥也不做 连家里真的是太乱了 我真的都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你就自己收啊 还让我自己收 我怎么能收啊 我还要赚钱啊 我还要做外面的事情啊 外面的事情你也做 家里面的事情你也做啊 这样子才是好男人嘛 耶 你怎么那么贪心啊 你想要我好 可是我在外面赚钱啊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来雇家里面啊 随便你啊 从今晚后 你的事情我不会管 你的手机我也不看 管不了你我就不管 我才不给自己找七瘦 你对我好 你就是我亲老公 对我不好 你就是正前的咱公 我也不想跟你找 也不跟你闹 我就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好好的 我就等着你 你就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好的吧 你就躺在那里玩手去吧 什么也不做吧 那家里乱的 邋遢的很 这个家 这样子你养身体 哼 养得好才怪啊 我不动才养得好 等你老了 等你动不了的时候 我就把你往那轮椅上一扔 夏天我就给你穿棉袄 推着你去晒太阳 冬天我就给你穿短袖 推着你去看雪 你要是饿了 我就把你的夹牙扣下来 让你耿那个甘蔗 傻硬给你吃傻 谁叫你年轻的时候对我不好 老叫我干活 老了 我让你受罪 你觉得 老了是你先动不了 还是我先动不了啊 我傻也不动 我现在傻也不做 我老了肯定能动 你现在傻也不做 你不运动 你这种人啊 才是最 最最最不健康的 比我先生病的 肯定 我告诉你 老了肯定是你先瘫痪的 我不管 反正无所谓 我现在就是不干 我要躺着 我要享受生活 好 你想受是吧 行 那我不回来了 我自己出去玩 我自己赚钱 自己花 你想要 我就拿点给你就行了 管那么多干什么 那小孩怎么办啊 小孩 你 那我带他去吧 你不管 那跟离婚有什么区别吗 我都说了 能过就过 不能够就离 我不离 怎么能有你 这样子的人啊 我就要摆烂 不要这么缠着我 好不好 我就斩你 你再斩我 我打你了 打 就离婚走 走 我就不去 你真是 气死我了 你